第九個單元 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來到課程發展與設計 我們終於來到第九個單元了 在我們當我們講完課程改革之後 那課程改革 涉及一些新的理念 新的政策 但是新的政策總要人去推動 在現場之中如何去落實 就變成是我們今天關心的焦點 那我第一個部分要探討的是 課程實施的意義與不同觀點 也會涉及到那個課程政策 如何在現場之中實際的落實 是否達成那種課程改革 等等之類的理念 那我們開始要第一個講到說 思良方老師講到課程改革 跟課程實施有密切的關係 因為課程實施是指 把新的課程計畫付出實踐的過程 然後課程改革裡面 也是涉及說不只是說 追求理念或是官方文本 寫出來就好了 涉及的課程實施 如何落實在實踐的歷程 那由於說新的課程計畫 常常蘊含著 對原有課程一種變可 所以課程實施的力圖 在實踐中體現出 課程變革的精神與特色 然後當課程實施者 欲將變革引入實踐時 就必須由生活中許多面向 做出一系列的調整 包括對個人的習慣 行為方式 課程重點 學習空間 課程安排 等進行一系列的調整 甚至是重新組織 所以這張圖告訴我們課程改革 和課程實施其實是相輔相成 然後共同相依的 然後學者專家也發現到課程改革底下 課程實施會帶來五個面臨的改變 也包含教材的改變 組織的改變 角色行為的改變 知識和理解的改變 以及價值內化的改變 那也開始大家關心到說 那在課程實施面向面臨這些改變 如何去關心課程決定要放什麼東西 以及實際運作的方式 那接下來我們來探討一下說 課程實施的意義是什麼 根據那個夫人跟Poret認為說 課程實施指任何革新 實際使用狀態底下 主要在區分課程實施跟課程計畫的差異 不過這種定義而言 是缺乏了價值的取向 那另外一個學者Lightwood 他認為說 任何課程改革都屬於課程現狀 應入或改變的建議 而實施是只縮短 課程現狀與改革理想之間的差距 整合那個課程比實施中一部分的困難 那黃正琦老師這個是有涉及到 價值之間的取向 改變的取向這樣子 然後基本上歸那以上兩種定義 課程實施就是把課程計畫 付諸行動的過程 其中在於說的理想跟現實之間的差距 第一個是說如何去用的 那個什麼實施之間的應用 一個是說那如何把理想之間 轉化成現實這樣 那黃正琦老師說 為什麼要重視課程實施 因為課程實施有四個重要性 不然說第一個有助於發現課程計畫在行動時 產生了合作改變 第二個是要了解教育改革為何失敗 第三個是為了避免受到忽視 或與其他概念所混淆 那第五個是有助於了解學習結果 和種種影響因素之間的關係 好那我們看一下課程層面 那個黃正琦老師分析的一些理念 意向焦點 涉及評估工具 然後制定課程目標 然後考量學生學習心點 換成教學目標 然後涉及到教材 學習經驗策略 內容時間的那種運作考量 然後設計評估程序工具 然後這是考量學習結果 課程各個層面包含這些 那我們課程改革和課程式 也是涉及到這些層面的那種考量 那基本上課程實施 也就是把黃光雄跟蔡清琦老師 認為說課程實施是把書面課程 轉化成教師情境中的教學 實際作為的教育實踐行動 跟前面也是一樣 都是教育實踐行動 更進一步的課程實施 不只是把事先經過規劃的課程 付諸實施傳遞行動 也是協商跟交涉教育信念的 轉型的行動與實踐結果 這上面的理念跟實施者的看法之間 也許會有些差異 還有學生之間的反應也有一些不同 那如果根據那個理念者 然後政策 然後教師 然後學生在實際運動之中 如何去協調 那也是一個這個課程實施 涉及一個歷程性的 跟實踐性的結果 因此說他們認為說 必須要重視教師的教育專業角色 來探究課程實施的意義 好是有必要性的這樣 那一般人演課程實施 是一種把課程規劃 願景 設計方式 逐夢 轉化成踏實的 那也要經過教育人員的甚至行動 然後駕接起 理論跟實務之間的差距 那基本上課程實施裡面有 教師的教材使用 教學中的互動歷程 學生的學習經驗 都是屬於說 把書面課程轉化的一些項目 不只是把預先的課程 付出實地而 也透過卸商 然後畫著實踐的結果 我們剛剛有講到 其實我們回顧一下 君類等人所區分的課程層次 學者專家的理想課程 然後政府頒布的課程政策 或是課程大綱之類的 或是教科書之類的 然後老師拿到教科書 或看到課程計畫 政府計畫裡面的知覺 對他的理解跟解釋 實際在教室上的運用 以及最後 學生正中的學習的課程 這個其實就涉及到 層層轉化的那個歷程 那也是涉及到 課程的實施 如而由里長課程 透過層層轉化到 最後學生學習的那個歷程 所以說課程實施 跟教室的教室的信息相關 然後傳統認為說 一個接受 實質培育的準教師 必須要對 政府規劃的正式課程 有所基本能事 然後實習老師 也要掌握那個 正式課程的規範 然後 要了解到 課程剛壓 課程標準 教科的用處裡面的內容 跟教師手次的教學之一 那常常傳統一般老師 把官方課程 視為教學 規念 少了很多批判分析 但是你真的那個 課程規範跟行政命令 固然可以規範 課程科目 但是他有時候 沒辦法硬性限制 師生在教學現場裡面 最大選擇的運用 跟學生表現這樣子 所以開始 一些人開始 關心到說 那老師在不同的情境底下 運用課程的時候 是應該順從說 課程教科書怎麼講 就怎麼教 忠實的實踐者 還是說 根據行政去調整 變成說 不忠實的使用者 那有沒有一種情境說 上面想要改變 然後政策想要改變 然後在課書有些內容 一些不忠實者 可能表面順從 但是教的過程之中 就可能 是抗拒的方式 然後去顛覆 那個 那個原先要傳達的體驗課程 或真實課程 所以說他們發現到課程實施中 個別教師的態度是蠻重要的 那另外我們發現到課程實施 基本上有三種觀點 就像剛剛一樣 一種是忠實觀 是標準生產在製的 像是美國布希國定課程 教育目標裡面 強調老師你就是忠實的去 實施我們國定課程的內容 第二個是相互調式觀 強調在課程實施的過程之中 像是美國科林頓的國定標準 表現標準 是比較強到 歷程之中的那種表現 可以去互相調式 老師在實施過程之中 發現有不對的地方 可以跟課程設計者去協章 然後依據情境的需求 去做修正 最後一種是落實觀 強調知識是多元建構的 考量到課程不只是說 老師傳遞給學生而已 還涉及到 可能是師生之間共同 建構出來的課程實踐內容 而且會涉及到學校整個 革新文化 學校文化的那個革新戰 那我們看一下 美國六大 國定學校教育目標 穆希德 這是我們剛剛那個 第一個 比較忠實觀的想法 他強調說 達成入學準備完成高中 然後強調學生成就國民素質 強調科學跟數學 強調成人讀學跟終生學習 強調安全而有紀律免於讀化的學校 都要求說一定就是要做到 下面一定要做到 兩千年以前所有兒童都要做好 就學準備 都要畢業率增加到百分之九十 然後都要 四八十二年級學生都要有能力 通過學科測驗 然後學生的科學數學成就領先學之間 成年人必須要具備讀學能力 然後能夠全球競爭 然後每個學校都避免 每人毒害跟暴力 比較強是強勢性的標準 那另外還有一種是那個 比較彈性的那種 那個什麼標準 那個 就是柯林頓政府的國定表現標準 第一個 那個前面剛剛講的那個國定 國定學校教育標準 雖然不是那個 既有的國定課程內容都幫你處理好 但實際上提倡做統一的教育目標 那也是反映一種種實觀的呈現 那另外一種我們剛剛講的第二種的 你只要達成他的目標 你用不同的方法都可以 那你可以按照情境去相互調整 老師參與草根 跟學校反過來課程發展 或是像剛剛講的 跟課程設計人員去做一個修正這樣子 也是注重教師的專業發展 基本上歐公正老師認為說 中實觀就像一棵 課程式大樹 由樹根長到樹枝樹幹樹葉 那個由根到那個葉子那邊去 一層層 逐步前進 由底部到全部成長的 是一種線性的模式 然後強調結果 開發結果 那種結果的評量 然後強調那種線性的模式 試課程為產品 種了下去 然後最後如何開發結果出來 也是同樣的內容這樣子 基本上中實觀 課程實施的相關人員 相信課程設計的優先性與重要性 而且事先經過規劃的課程 還是有示範作用 會被老師 而且必須被老師毫無疑問的接受 他會認為說如果老師的 課程實質選擇不多 而且實施的方式越明確 課程越忠實 那基本上這種觀點 把老師視為課程設計的消極接受者 那認為老師必須要徹底訓練 忠實地進行課程實施 那有一個詞叫Teacher Proof 教師防範課程也是這種觀點的 類似這種觀點的 教師你不要製作主張 化捨填竹 這既有的教材 跟教師手冊裡面增加很多內容 你乖乖地教就好了 那這種觀點裡面 行政有絕對的權利 就課程啟示而已 層層地去監督這樣子 那這種跟國家政策本位發展的 進入有關 也是一種強調技術的觀點 但是呢 一些學者開始反對 課程實施也要經過到教師自主權 老師不只是教書的工具 或是代言人 必須要創造的 因為他是教育現場第一線的人員 所以這產生相互調試觀 課程 老師應該會去實踐的老師 可以跟課程設計者之間 透過協調溝通 就實際情形去產生改變的情形 然後它是一種歷程觀點 它重視課程實施的另類變同途徑 那就要調試觀或相互調試觀 那這個跟Haus所提出來的 課程可行政治觀點蠻相像 強調教師教學本位的進展 那例如Berman跟McLawlin 他認為說實際上 所有經過預先規劃的課程 在實際過程中 比較因應情境的不同去修正 才能夠在特定及快途變遷的 教室教學環境中 讓老師能夠使學生的學習 獲得最大的效能 然後經過Furrent跟Perman的研究 難得研究 他們結論也認為說 事先規劃的課程 因此事先規劃不能太過嚴苛 或是規定太細 而允許課程設計者因應不同 前進有調適、改變的空間這樣 那這種觀點認為說 老師有絕對的權利 因為他是第一線的教學專業者 他可以 最掌握這個教學班級的 那個前進脈絡跟學生的特質 然後強調說老師有管道 可以去更改那些課程 跟私心的發展 這個跟教室教學本位發展進入有關 那個蔡清人老師認為的 然後跟課程革新的政治觀點有關 那最後一個是落實觀 強調學生本位、師生同互學 課程實踐 那也是跟我們現在那個 很多學習共同體講的啊 課程中不是老師交給學生 老師也在向學生學習 學生跟學生之間也可以互學 老師跟學生之間互學 很多課程的內容可以是生一起的 討論探討 然後如何去 根據班級的需求啊 然後眾人的興趣啊 老師從贏家的方式 重點放在於說 學生真的有沒有學到 他自己想要的 自己主動建構出來的知識 這樣子 基本上落實觀的課程實實在 在忠實觀與相互調式觀裡面 他們強調重視行動落實觀 重視實踐的 教師在教學情境之中 實際課程行動實踐 然後才要師生共同上 造經驗主張 教師要扮演課程發展者的角色 那那個蔡靖遠老師認為說 這個跟文化觀點蠻相信的 也只跟行動 研究本位的課程發展 是比較有關的這樣子 在實際中去 不只是重視老師的教學改變而已 比較老師的那種專業 可以因實地是誤懼 跟課程設計的人也協商 還是真的跟師生一起去 共構這個課程這樣 基本上落實觀的課程實施 Marsh跟Willis認為說 他會認為說 一個事先規劃的課程 就像一個劇本 但是在 更重要的是在劇本之中 那老師如果像導演 或者實際參加演員 雖然這個規劃過程之中 但是在詮釋過程 老師應該有 自由的那個洞見的 觀點的想法 那重要的是 政府權責單位 課程研究發展 來教育來教室等等 這些人 都應該重視配套做的是 採取具體的落實行動 邁向行動 實踐的課程實施 才能夠去革新 而且就像這個劇本一樣 老師跟學生 在課程中已經實際地演出 老師自己本身也 嚇一下去演 去跟時間演出那種 因為我們知道演戲是 但是不只按照照表超科 一個科學原則去執行 可能過程中很多變化 很多驚奇 很多想像 很多像是藝術一樣表演的空間 這樣子 也許這在演出一個 完美的教師的演奏 即興演奏 或者做完美的那種戲劇一樣 另外做學者探討說 課程實施必須要考量到配套措施 課程式的配套措施 也許如果不是教師團體 你就要透過個人 透過行動落實官的實施去探究 行動研究的方式去進行 然後會考量到教師程式的 課程發展跟專業主義的 課程意識形態 重視課程級研究假設 然後也是這幾年老實講 又是跟文化觀點相似 那這些落實官的課程實施 是衍生出這兩個 中實官跟項目調整官的 改進跟演化 然後他認為說 這些行動策略可能會被 被地區政府所使用 但是也會引擎進去 相互調適改變 那另外採取關注本位的模式 強調老師關注 實際的去參與 這樣子 那又被政府採用 也跟落實官之間 跟中實官之間有密切相關 那簡單來說 落實官裡面就是 呈上幾下 然後或是說 老師跟學生之間 彼此之間呈生關聯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很普通 行動研究 最後一個落實官才在行動之中 去實踐 行以求之 行動之間的私生共演 出課程的旋律 一次檢強那個HCP 人文課程方案 HCP方案裡面 人文課程方案跟福特教學方案 也是強調透過行動研究 個人的行動研究 甚至集體的行動研究 合作師的行動研究 老師跟學者專家合作 老師跟老師合作 一起探討 在那個實際現場裡面 課程教學如何創新 如何強調師生互動的部分 然後基本上行動研究的歷程 初步行動研究有幫了兩個 循環 第一個循環裡面 關注教育現況的問題 第二個 規劃教育行動方案 第三個 征求合作諮詢可行的條件 然後執行方案 收集資料 然後實施評鑑跟回饋修正 第二個循環裡面 修正問題領域跟焦點 第二個是修正所規劃的教育行動方案 第三個是再度尋求合作 將修正的行動方案 逐步複足實行 並收集適當的資料 第四個是再度評鑑 基本上那個循環不見得是兩個 那個是我們課本裡面講到的 那個學子專家講到的 其實是不斷的循環 每次有一些想法 然後有一些發現 那實際的執行 遇到不行 然後回過頭來修正 然後修正再修正 嚴格來講的話 比較寬廣來講 因為行動也就是永不持續的 我們在行動落實的教學之中 那持續的去改善教學問題 也許這一屆下一屆下一屆的班級 我們持續的是 因應不同的學生背景 學生需求 學生特質 班級風氣 或者說不同的時事議題 不足足的做出改變這樣子 那在改變之中 求善這樣子 如何改善這樣子 更讓自己好還要更好 那基本上行動研究 是一種開放的系統 是可以不定時重複的重點 在老師必須親自參與每個階段 特別是自我反省 反省性啊 不只是研究你學生的表現 而且你自己也是 被你自己研究的對象 反省性 你自己被包含在內 我研究 我跟學生之間的互動 自我反省 檢討自己所規劃的教育行動計劃 及課程改善 那基本上是比較前進相互調試官 甚至是弱實官 比較不相似中實官的課程實施這樣子 其實這樣是有助於說 採取積極的立場 然後呈現教師的專業客服 社會不公平跟不當的歧視 好那我們就這個部分上到這裡 然後 感謝許代偉同學 劉慧晴同學的 那個美話美編 郭婷俊同學的標題叫正 然後陳鵬宇同學 陳鵬惠同學的資料收集跟整理 那這樣滿問題的呢 沒有的話 那我們這個部分就上到這裡 謝謝大家 待會見 謝謝大家